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国建军90周年阅兵谈话时 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中印的军事对峙 但是他表示中国军队有信心 有能力 打败一切来犯之敌 中国媒体发表评论说 印度撤军是谈判的先决条件 时间拖得越久 局势对印度越不利 有分析说 中印两国需要在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 9月份的金砖峰会之前 以不失面子的方式防止紧张局势升级 那么中印两国的对峙是否会化解 还是走向军事冲突 有关这些问题 我们邀请的是 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凯纳学院的教授 陪敏欣博士来分析 你好 敏欣 你好 林森 我们都知道中国和印度 如果没说错的话 应该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 有过一次这样的边境的这样的一场战争了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军事对峙到底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呢 这次军事对峙它既有就是直接原因 也有一个很大的背景 我先讲一个直接原因 直接原因就是说中国要在就是靠布丹边境 就是在目前中国境内 虽然那个地区是中国和布丹之间有争议的 那个叫洞朗地区要建一条公路 那么就是说布丹它没有能力来阻挡中国 进行这样的活动 所以它就把印度请进来 但印度为什么会进来呢 因为那个地区对印度来说是一个战略重地 你如果看那个地图吧 就印度它就是印度分成两块 就是说它那两块之间那个就是一个交通要道 就是在那个建公路那个地区 如果说中国在那里建了那个公路 那以后对印度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 一个压力 所以印度它绝对不会答应中国在那里 就是说建那种公路 那么这个小背景 那么大背景就是说在现在亚洲 它有两个强权正在崛起 一个是中国 它已经是所谓是已经崛起的这么一个国家 一个强权 那么印度它上升的那个势头也很强 所谓说一山不容两虎 那么在亚洲就中印之间的就是地缘关系 或者地缘争夺是21世纪的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点 就是可能发生冲突的这么一个热点 所以这是一个大环境 另外在这个很多这个国际场合 有许多印度的一些分析人士也好 还是一些政府的一些官员也好 经常抱怨的就是刚才你提到的 就是说这个区域的两个大的这样的大国的崛起 印度呢觉得他们总是会抱怨 就是说印度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民主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但是呢在这个国际舞台上没有得到像中国这样一个 他们认为还是一个专制国家的这样的一个 更多的这样的国际舆论的这样的一个关注 和这个原因有没有这个直接的关系 这个原因呢是一个间接关系 我认为就是说印度和中国之间的那个就是那个矛盾吧 并不是说在国际舞台上一个民主的印度得不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就足够的关注 这我等会再可以讲 但最主要呢就是印度认为中国并没有很认真的考虑印度的利益 和就是说印度呢他也有一个历史怨恨 就是62年中印战争印度大败 他有就是说他当初受到的所谓那个失败 他一直是根根于坏他没有忘记 那么在国际舞台上呢 其实你如果仔细看印度受到那个照顾 根据印度的国力来讲 他实际上是受到国际就是说民主社会的更特别的关注 特别是受到美国的关注 就是说美国对印度的那个政策的那个友好程度 是远远超过印度的国力所就是说应该受到的那个程度 我们注意到现在就这一次的中印两国的这个军事对峙 这个中国和印度的两国的媒体呢 都做了比较密集的这样的一个报道 那么都提到就是说要当心要警示 就是说可能呢会发生这样一触即发的这样的 可能武装的这样的这种最后的武力这样的冲突 那么发生这种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现在看来武装冲突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尽管双方的媒体都是在这个问题上大肆渲染 因为你如果仔细看吧 要发生媒体要发生那个全面冲突啊 他武装冲突他一定要考虑后果 这个因为后果很严重 我先讲那个军事 因为印度他并不是一个军事弱国 他从某种程度上和中国实力相当 他的就是说军事那个就是说武器装备 军队的训练那个素质 一点都不比中国差 所以在这个就是这跟六二年是没法比的 所以那个对双方来讲那个代价很大 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说两个都是核武器国家 核武器国家一般都不会进行军事冲突 你如果看那个巴基斯坦和印度他们都很小心 那么第二就是说双边那个有很重要的经济利益 我查了一下就去年中英的贸易是700多亿美元 中国的那个贸易银差 就是说那个顺差对印度的顺差是超过500亿美元 那对中国来讲这为了这个建一条公路 要冒那么大的风险经济风险绝对是不值得 所以从印度来讲他也不愿冒这风险 所以这个就是说僵持状态可能会持续下去 但是要升级到真正动武力 那是就是说很难想象 明星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国际舞台上 这个国际关系的这个架构当中 你是如何来评价中国和印度的这个关系 特别是要考虑到就是说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这个 因为刚才提到巴基斯坦之间的这样的关系 对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关系 就是说我主要讲那个三点 第一就是说是21世纪就是说20世纪末 从80年代以后到现在对两个国家来说 都是他们发展的黄金时代 因为全球化对中国和印度利用他们的人力资源 来进行就是超高速的发展 这次就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个机会 现在印度的那个经济增长已经超过中国 那么今后就是印度那个就是它的潜力也很大 如果说为了两国之间历史渊源 历史的那个怨恨和地缘政治的关系 现在进行一场就是全面冲突 对两国都不利特别是对印度很不利 因为中国已经是抓住这个机会 就是说在过去30年的已经是那个很成功的 就是发展了自己的经济实力 印度刚开始所以就是说当然中国 它也不愿意在印度中印问题上跟印度撕破脸 因为中国最面临最大的就是外部压力 是来自于美国并不是来自于印度 那么第二点就是说对就两边之间 它有一个所谓注意力对称的关系 就关心不对称 就中国看不起印度 那么印度对中国过分关注 那么所以这种不对称使中国就是说 很少考虑印度它自己的处生那个环境 那么第三点就是你刚才提到那个三角关系 因为一旦就是它既有个小三角也有个大三角 小三角就是中国印度巴基斯坦 中国可以利用就是巴基斯坦跟印度的关系 矛盾来就是说钳制印度 那么但是也有个大三角就是中印美 所以在这么复杂的关系下去 你如果说要从冲突那个角度发展下去 那么对中印两国都是很不利 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最大的利益冲突是什么 那么两国之间的这个共同的利益又是什么 就是最大的那个利益就是一是就是说 它是那个所谓民主跟专制之间这个意识形态 但就是说这是那个背景 最大的那个冲突就是跟我刚才讲的小三角那个冲突 就是中国认为就是说印度在亚洲 就是说中国应该是一个充当领袖地位的这么一个角色 印度是不接受这个角色 他们当然也有就是说在这个大背景下 他们又有就是领土纠纷 有很大一块领土纠纷 印度是中国唯一一个没有签署就是说边界条约的这么一个国家 它又有一个就是说中印八之间那么一个复杂的关系 所以就是说这是他们那个纠纷的那个根本的那个渊源 美国是怎么来看这一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对峙的 美国的媒体呢对于这个事情报道的并不是特别的多 也可能是因为最近美国的这内政各个方面的一些新闻比较多 对就是说你可以看出就是尽管美国媒体对这事情报道不多 但是那个报道里面就很明显的是一个比较同情与印度的这么一个立场 那么从美国政府的那个角度来说中印对峙 中印关系紧张对美国绝对是一件好事情 因为从克林顿时代开始就是美国就很着重发展美印关系 因为他们把印度看成是一个就是牵制中国的这么一个天然盟友 不仅是从意识形态角度还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 印度都是和美国之间的利益更近和中国的那个利益更远 因此就是虽然在就是中印对这个问题上 美国官方还没有发表政治的立场 但是呢从就是美国一贯的那个政策战略意图来说呢 就是他肯定是比较同情印度并不是同情中国 30秒钟的时间来说一说中国和印度应该怎么样做 才能避免战略上的这是最终的战略冲突 对这个问题到最终还是要冷处理 我看最终那个结局就是中国他和印度通过一个什么 就双方都留有面子的这么一个办法 就中国撤兵不再羞录 那么印度呢撤兵 那么今后那块地方呢就是不要再有事情 那么这样就是双方先缓一缓 好 非常感谢克莱蒙特麦凯纳学院的教授 平敏欣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 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 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